电影《孝女彩经》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养父母因病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 决意留在养父母身边 用她稚嫩的肩膀担起家庭重担 悉心照顾老弱病残的养父母 直到二老安然去世的故事 在湖南留养也有这样一位中年孝女 在养父去世后 她与丈夫不仅将养母接到一起居住照料 还毅然挑起照顾同事被养父母收养 患有精神疾病的弟弟的重担 今年56岁的汪萍三个月大时便被养母陈青木收养 尽管记忆之初都是外婆在陪伴她成长 但养父母每次务工回家总会给她带一些小礼物 并且尽可能给她创造好的条件 供她读书学习 小时候随缘是外婆子 但是毕竟很多东西还是她照顾的 小时候还是看着我中的 还是对我很好 后来心善的养父母又收养了一个男婴 也就是汪萍的弟弟 但不幸的是 弟弟从小就患有精神疾病 随着养父母老去 对弟弟的照顾显得有心无力 在丈夫黄昌龄的支持下 汪萍一家先后数子搬家 只为能将老两口和弟弟安置在身边 2013年年迈的养母陈青木突然中风 生活无法自理 养父汪普张也身体抱恙 下岗的丈夫又需要出去打工 维持生计 无暇顾及家里 照顾一家人的重担 一下全部押在了汪萍一个人身上 最艰难的时候 还是我父亲生病 父亲去住了中医院 我也照顾他 然后也照顾这个 然后也照顾王强 我们还到他去长沙看病 这里也还留人 照顾这个老太太 王强还要照顾 那一段时间是最难过的 幸运的是 汪萍所在的新北社区 得知他们家的情况后 第一时间伸出援手 提供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2015年 养父去世后 汪萍和丈夫便把养母接到了家中 又将弟弟安置在邻近的老房子里 方便每天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为了让养母更好的康复 汪萍每天都要给她揉腿按摩 扶老人站起来走一走 近些年来 汪萍长大成人的儿子和丈夫 都会时常帮衬着她 养母的健康状况也趋于稳定 但由于汪萍一家住在七楼 且楼道狭窄又没电梯 养母住进来后 几乎从未迈出家门一步 汪萍说 养母每次都喜欢坐在房间的落地窗前 有时会自己努力站起来 趴在窗户上看着外面 安装电梯成了一家人最大的心愿 尽管当地已经有了相关计划 但他们楼洞的资金缺口依然很大 如果能够得到社会的帮助 把我们的电梯能够尽快的长好 那些 当然是最好的 我就可以推她下去走一走 看看外面的风景 什么